新冠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的英国再次封国 首相约翰逊星期一宣布 即刻起封锁英格兰 所有非必要领域和学校关闭 民众必须待在家 预计最快也要等到2月中才有望逐步解封 约翰逊强调 政府明白再次封锁英格兰会让民众很痛苦 但是如果不这么做 接下来几个星期 英国医疗体系必定不胜负荷 因此急需要全民配合共同抗议 英国过去几天 每天都有超过5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短短一个星期 住院的患者人数就暴增30% 有26,626人入院治疗 比去年爆发第一波疫情时 还要多出四成 医疗体系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越来越严重的疫情 迫使政府采取更强硬措施 英国首相约翰逊 星期一宣布再次封锁英格兰即刻生效 除了关闭所有的学校 一切非必要领域和商业活动 包括理发店都必须关闭 餐厅执准外带不准堂食 约翰逊表示 政府明白再次封锁英格兰会让人民十分煎熬 但正是为了保护人民才必须全面提高防疫级别 约翰逊促进民众 严格遵守最新的防疫措施 只要所有人配合 再加上疫苗接种计划 相信到了二月中 疫情就会慢慢受控 到时候就能够逐步放宽封锁令 重开学校和部分领域 疫情当前 政治分歧也要暂时放下 英国反对派领袖史塔莫 接受天空新闻访问时 向约翰逊和人民保证 反对派全力支持封锁措施 大部分民众认为封锁令确实会冲击经济 影响人民的生活 不过为了尽快阻断病毒传播链 别无他选 目前英国累计 271万3千多宗的确诊病例 75680人死亡 约翰逊表示 只要新封锁措施奏效 就能够更快完成疫苗接种 但是他强调 即使疫情受控 英国也需要两到三个星期的缓冲期 社区才会免疫 医疗体系也需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够慢慢恢复正常